这个我们刚刚写的程式码都在云段上 所以基本上第一段第二段 然后标准体重2这个地方的话 另外一种写法 然后方选 然后刚刚的标准体重函数 主要是这个标准体重2这个地方 另外呢其实还有一种另外的写法 这个sub其实可不可以呼叫方选 其实也可以哦 由sub去呼叫方选 就是说呢 假设我今天哦 我已经方选写好了 但是sub就是那个按钮 我还没写 我们颠倒过来 我可以先写自定函数 再写按钮 那那个按钮怎么样 sub可以呼叫他哦 啊怎么呼叫 其实也一样嘛 先把回旋写出来 for i 等于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由 b 3 去侦测 输出的话呢 一样是输出到 g 栏 可是我是呼叫什么 标准体重函数2 但是我需要给他两个东西 身高跟性别 身高跟性别在哪里呢 分别在c栏 有没有 跟在一栏里面 所以呢我做好之后呢 哎其实这样就写完了 我不用再写逻辑了 那其实各位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把这一段 最好是自己再打一下 那这边我建一个sug 呼叫这个标准体重呼叫 呼叫那个函数的做法 那我直接把它写在这边好了 ok这边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哦 一样可以键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 我用这个来复制哦 复制我习惯是直接拿这个来改 这样大小会一样哦 然后按右键 指定那个去呼叫 有没有 刚才你用呼叫这个函数 然后呢名称改一下 宽度不够呢 拉一下 好清除一下 你会发现吗 做出来结果呢 基本上呢 没什么太大差别 清除好像 这个后面清除 清除这里是到6 所以我把这个改一下 拿这个 追踪到最下面这个 改一下 这个也是6 改一下 好 你会发现哦 这样的写法 跟这样的写法 最后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写法是什么 我已经先写好了函数 那我再呼叫它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哦 诶 有的时候哦 或许是什么 先把方选写出来 再来写sub 也OK 应该可以理解那个道理吧 另外呢 方选不是 所以你会发现啊 方选哦 它还蛮多功能 它除了可以在这边 可以备用之外 sub也可以用它 对不对 另外表单可不可以用它 表单也可以用它 所以哦 它算多用途的 所以cp值最高的 其实就是写方选 写完方选之后 大家都可以用了 另外我前面也有讲过 你可以把它写成真意级啦 就是说变成真意级 安装之后 每一台电脑都有那些方选了 所以其实写方选应该是还蛮需要做的一些事 只是说你要知道说 其实它可以被很多地方呼叫 所以第一个 这个可以呼叫 这个也可以呼叫 那表单怎么呼叫 待会我们要来接着来看 那表单我刚刚讲过 启动它 所以第一个 如何快速的做一个表单 OK 那表单我们前一个阶段有做 只是没有那么 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逻辑上是一模一样的 做法上面你也可以给一个固定的SOP 反正固定就是 第一个 怎么做 像一样嘛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表单的制作方法 那当然最好是你就 其实我的习惯也都是固定 第一个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表单 那表单呢如何产生呢 一样按右键 插入一个自定表单 自定表单里面的话 我习惯 一样 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然后呢 最后把它启动起来就好了 那基本上呢 我会先把界面 这个UI界面设计好之后 再来撰写程式 OK 那撰写程式就 结束 就OK了嘛 所以基本上分两阶段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做一个UI界面 那这个UI界面 基本的功能就是怎么样 跳出来让使用者填完之后 就把我们需要的资料 帮我填到我的Excel里面 那等于就是把Excel当资料库来使用了 因为我储存资料的地方 不需要再去外面连接一个资料库 而是直接就把它写到这边 另外第二个就是说 我不需要去计算标准体重 我只需要把前面的四个栏位计算完 就是填完之后呢 按个确定 那标准体重自动帮我用自定函数算完 再帮我填进去 大概逻辑是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当然你想说 那到底这个界面长怎么样是最好的 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一般习惯是做成这样子 但是好的UI就是标准很简单 就是不需要学习就会操作 这个就是好的UI 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子 其实就反正你看着习惯顺眼就好了 所以你看苹果的iPhone或iPad 你给小朋友用它马上就会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就是很UI就设计的非常好 因为它知道说你什么地方应该会怎么操作 接着你可能自己就会了 那这个也是一样 尽可能越简单越好 但是可能你还是要跟这个工具箱里面稍微了解一下 这所谓的工具箱 就是让我们设计表单的里面有点像它的零件 它的零件里面有什么 然后你才能做 如果没有那你可能就没办法做到 基本上它提供几个比较重要的 我们现在会用到 基本上会用到主要有 一 这个是标签 二 这个是什么 文字 方块 那这个也是一个 这边也是一个标签 因为为什么这个是只能够读取 因为我不要让使用者填 另外还有这边是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就是当启动的时候 我会希望它能够自动帮我填上性别男女 用选的就可以了 当然这边性别也可以改成那个option 就选项 单选的 可是我单选也许可以试试看 另外还有什么 这个button 这个button的话 command button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用总共一 二 三 四 四个东西 特别重要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待会的话呢 注意一下 在控制项里面 会用到总共四个 其他暂时不会用到 但是如果你想要试试看也没关系 比如说像这个下拉清单 其实你也可以改成这个 这个选项按钮 不过选项按钮 特别重要它是单选的 所以你外面可能要先给它一个框框 再把这个单选放进来 不然呢 它不会单选 它点哪一个 它变複选了 所以 这相对当然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再要了解一下 或者是多选的话 有核选功能 OK 第一个我们再要了解一下 工具箱有哪一些可能会用到的 这一个控制项 第二的话呢 我们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分别做出来 所以第一个 我们这个表单部分 先把这个名称 改成叫Home好了 OK 那不过因为我这边已经有个Home 我改成Home2 Enter一下 OK 名称改一下 第二改什么呢 或者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云端上面这边 这个画面 反正长得像这样 至于当然细节 你可以自己再调整一下 没关系 那第二个是 我希望在表单的左上角 改一个叫标准体重计算 底色的话改一个浅黄色 那怎么做 所以基本上第一个 我先把它名称 记得是这个属性里面的Name 改Home 第二个的话呢 Caption 叫做标准体重计算 所以我把这个字 OK 我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改了 所以以后 这个 这个 User Form 这个表单的 左上角 就是由Caption来控制 再来底色的话呢 基本上你用拆的 应该也可以拆出来 其实这每个都有 有意义的 所以它的底色是什么 back color 有没有 旁边有个箭头 改成调色盘 请你改成浅黄色的 OK 第一阶段表单改完 特别说 三个地方 一 二 二是颜色 三是标签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改什么 再来就是 分别在这个 加上什么 一 这四 这五个 然后这边有五个 再来Button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谢谢大家